好 欢迎回来 这边是EC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一个教程 那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来讲讲我们的这个阿甲克斯的使用 还有利用我们的阿甲克斯呢 更新我们购物车的一个商品数量 那么首先第一步 我们打开我们的商店设置基本设置库存管理 选择否 然后点确定 轻空缓存 因为这一节课呢 我只安排了15分钟 比较不合理 比较不合理 那么可能就只能讲快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10.1 我们在ECshop中如何使用阿甲克斯 那阿甲克斯的调用的话就是用我们ECshop这个封装的 这阿甲克斯.core 然后pcp动作传递参数回调 然后这是post也给他请求的一个模式 然后返回的数据是我们的阶层格式 那阿甲克斯回调的话就是这样子 function list process 然后result 他这一个的使用这个回调行数的话说的就是这一个地方 好 那事例的话就是这一个好 好 我们快速的把设例给做一下 好 看一下设例如何来使用 那么第一步我们到我们的首页 为了方便大家的话 我这一个文件都已经打开了 好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jv 好 那我直接把我们的阿甲克斯请求呢写到这个位置 那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一个 function 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处理程序到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控制台 直接用控制台 好 简单的输出一下我们这个result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好 那第一步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follow点改成我们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add to cut 好 是这个东西啊 是这个东西 好 正好我们这一个add to cut的话是使用到了我们的这一个json格式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复制一下 放到我们的 放到我们的这个index下面来做实验 好 然后这一些我们都不要 这些到这边 然后这个也不要了啊 这些都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我们返回一个dollargoose id 好 那我们的这首页呢 也增加一个add to cut的这样子的一个示例 好 然后goose 我们叫做goose id 好 goose id 那我们goose id呢 随便传一个值 传我们123456 好 然后他返回的话 就是我们add to cut this person 好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他外面呢 再包一层 好 再包一层 包一层 我们的这一个ajax disposal 好 goose id的话 我们也不要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行数呢 放到这个位置来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简单的实现了 我们的这一个ezy shop的这一个add to cut的调用 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先看一下效果 刷新 然后呢 按F12打开我们谷歌的这一个调试工具 然后看到这个控制台来 我们点击ajax请求 好 那这个时候他返回一个这个object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goose id 返回为空 我们现在呢 就是需要让我们的goose id返回是有东西的 好 我们这个goose id把它写到这 然后再浏览器刷新一下 好 然后再点击我们的ajax请求 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goose id的话 123456就已经请求到了 请求到了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用我们的out 打开我们的这个goose id 好 这样子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一个对象嘛 对 JS的对象的话 就是用点来调用值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来使用呢 我们点击ajax请求 好 13456 那如果说你说不对的话 136 这个444啊 怎么又这么狗血的了吧 我们这样子已经够透数的啊 说明我们调用是正确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easyshop的一个ajax的一个使用 好 然后呢 10.2的话 就是利用我们ajax呢 更新我们的一个购物车数量 好 更新我们的购物车数量 首先呢 我们到我们的购物车去 好 到我们的购物车去 好 那我们购物车有购买一个商品 然后它的商品数量呢 为我们21 好 为我们21 那我们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follow.php follow.php 首先在这个位置呢 输出一个字符串 好 表明我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一个input的这一个东西 好 假设说我们如果没有今天的课程 我们要更新这个购物车怎么来做呢 好 假设我现在要买25个这个商品 好 然后这边填完25之后呢 要点击更新购物车 好 点击更新购物车 它会提示更新成功 然后返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25了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这一节课之前 之前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好 那这节课的话 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现在很javascript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很流行 都是有这样子的 我样式的话就不写了 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加加加减减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现在的话有一个减一个加 对不对 我们要点减的时候 这边变成24 点加的时候 这边变成26 一直加的话就27281930 对不对 一直减的话就是252423221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css 不是 把我们的这个脚本呢 写在这边type 好 写在这边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这一个地方的 好 不要 我们在这个地方哈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我们下面这一边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 我们把它给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这边来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名字哈 名字 名字 我们给它改一下 我们叫做change number 好 change number follow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gooseid 好 我们把gooseid呢 给 先做加的吧 先做加 然后这边的gooseid的话就是用我们这一个 好 然后goose number 改成我们的gooseid 对吧 然后它会follow这一个东西哈 然后传递到我们的这个follow.add to cart里面去 好 因为我们也是要加入购物更新购物车 其实也是加入购物车的一种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个东西来 因为我们这一个也是使用我们的这一个什么呀 json 好 使用我们的json返回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那它这个返回的话 我们叫做这个好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效果哈 好 先看一下什么效果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先用我们的con sol1.log 先用我们的控制台来输出啊 直接return回去哈 直接return回去 我们刷新 然后点击加的时候 好 这边会返回 我们的这一个er or message content的话就是 这个东西哈 故事id为空 然后 这边有一个one state to buy 故事id为空吗 好 我们先不管哈 我们先不管 好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content的这一个查看购物车 这个东西哈 查看购物车这个东西 我们得给他改一下 我们呢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add to cut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content 我们看一下content在哪里啊 好 在这边 content这边的话有个inset inset cutinfo 对不对 对 我们需要把这个复制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lab insert 在我们的inclus下面的lab insert 对不对 好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在哪里的话 我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 打开你的这一个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ecsoft跟目录 好 我们打开inclus 对不对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加个on 因为function function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查到非常精准的查到 我们这个是一个定义的函数 因为function最后两个字是 on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就比较精准的可以找到我们这一个function to cut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叫做inset ajx cut 因为它返回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呢 只需要返回我们的这一个 number就可以了 只要返回我们的number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follow这个位置 就是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能直接好 不能直接使用这个东西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呢 复制出来一下啊 复制出来一下 然后把这个地方呢 也改成hx add to cut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这一个content的话 是我们的什么东西啊 insert ajx 这一个cut info 找一个cut info 对吧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 啊 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 ajx add to cut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界面 刷新一下我们的界面 然后清空一下这边 点击加 好 好 我们的content是27 那我们这一边的这个goose id 为空 goose id为空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goose id 给返回回来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我们的这个goose id goose id goose id在这儿啊 我们 按理数 好 好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哈 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这一个goose id 给返回回去 好 之前的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再刷新一下好刷新一下 点击加 好 goose id为no 为no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吧 这个方式总有了 刷新 点击我们的这一个 好 那我们这个goose id就回来了哈 goose id就回来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回来goose id回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让这个字变一下哈 让这个变一下 我们看一下如何让它变 这边 这边叫做goose number goose number goose 好 那我们这边看到没有 我们的id等于goose number 然后 ic-id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步骤呢 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ic id 也传递给我们前台去啊 也传递到我们的 这个php控制台 不是前台啊 好 传递给他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一个id 然后让它改变我们的值哈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ic id 好 ic id 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个 ic id ic id 给获取到哈 给获取到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叫做什么呀 叫做我们的goose number 加上我们的这个isult.ic id 的value 对吧 等于什么呢 icsult.zunt 好 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的这个php 改一下我们php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我们的 ic id 给返回回去啊 看 我们直接输ic id 肯定是没用的 对不对 肯定是没用的 我们需要做一步什么操作呢 在这个地方 改我们的这个ic id 好 改一下我们的这个 改 好 这个地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叫做 dollargoose ic id 好 既然我们这样子 就不要再多一个变量了 哈 我们这个是把我们的 这一个dollarpost解析成我们一个阶层格式 好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放到这边啊 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出现啊 点击 31 32 33 然后我们刷新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有效果的 对吧 34 35 36 37 对吧 好 好 这样子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一个 呃 叫做利用 我们的安甲克斯更新购物车数量 更新购物车数量 那我的话就跟大家讲了一个步骤啊 讲了一个步骤就是加的这个步骤 加的这个步骤 那这些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好 好 那我们加的步骤实现的话 剪的步骤就非常容易实现了哈 剪的步骤 无非就是点一下这边啊 去抄 执行我们的这一个呃 就是购物车的一个更新好 购物车的一个更新 那更新完之后的话 我们这边去把数字返回回来就可以了 好 当然呢我们还需要更新啊 小记还有下面这一个地方 那这个的话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做作业啊 留给大家去做作业 因为很简单了哈 我实现了一步是怎样子啊 很简单对吧 流程搞清楚 第一步的就是我们前台点击 然后他去我们的这个follow.php去操作 然后把我们的值呢通过回调行数 然后把值付到我们的resort 然后我们再根据前台界面上的这一些东西 把它给呃填充就可以了哈 把它填充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哈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 然后就好好熟悉数据壶结构哈 对你是有好处的 好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讲